一试题,小苏打粉加热分解后的产物 不包括下来哪一种 小苏打粉碳酸氢钠受热分解会产生碳酸钠 二氧化碳跟水 反应是如上面所显示的 所以并没有选项株碳酸钙 事实上从我们之前学过的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数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碳酸氢钠本身受热分解 碳酸氢钠里面并没有钙 所以它分解后的产物绝对不会有钙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选项株碳酸钙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 小苏打粉加热分解后的产物 不包括下来哪一种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碳酸钙